近段时间以来 印度方面一直在与美国积极建立防务关系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印度就同美国等国家的海军 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 在上次演习中 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和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 共同参与其中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上次联合军演美国多久之后 美国和印度再次进行了一次联合军演 据了解 近日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与印度的空军海军 一同在印度洋地区 进行了一次多领域联合作战演习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印度空军首次参与这场演习 虽然说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这场演习规模 并不是很大 参与演习人员的层级也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大 毫无疑问 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这场演习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演给中国看的 毕竟美国在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在我国周边海域进风作浪 并且印度与我国产生了一些摩擦 所以说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这场演习 很可能就是演给中国看的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美国与印度进行演习的时候 印度洋上突然出现了令人罕见的一幕 据媒体报道 美国与印度双方在进行军演的时候 俄罗斯制造的重型战斗机 从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附近飞过 为此不少人都在认为 难道是俄罗斯派重型战斗机扰乱这次的美英军演吗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据了解 在这次演习当中 印度空军派出了他们的苏30MKI战斗机 所以说 这次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附近飞过的是印度空军的战斗机 由此可见 这只是虚惊一场 虽然说在这次演习中 俄罗斯方面没有直接干预 但是美国与印度之前的这场演习 势必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不满 众所周知 印度此前为了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 因此一直在向俄罗斯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 所以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好的防务关系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候 印度却出现了导向美国的嫌疑 显然这一幕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 毕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一直都在处于相互对抗制约的情况当中 所以说 印度与美国之间走得近 肯定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不满 但是在引起俄罗斯方面不满之后 最后遭殃的很可能是印度自己 要知道 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装备的供应商 如果印度彻底倒向美国的话 那么俄罗斯很有可能 不再会向印度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了 因为俄罗斯方面也担心 印度会不会把他们的武器交给美国 毕竟印度方面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并且到时候印度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美国很有可能就会抛弃他们 所以说 最后遭殃的很可能是印度自己 据美媒华尔街日报 在当地时间3月30日的消息 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森研究所的两名专家 亚瑟赫尔曼和纳迪亚沙德罗 向美国五角大楼刊文警告 如果放任中国的锂电池供应链发展 美国随时会被中国卡脖子 这番警告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 作者之一的纳迪亚沙德罗 此人曾在2019年担任过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一职 此前更是编写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的主要创作人 因而此人凭借着自己的知名度 相关观点很快在美国国防领域传播开来 在文章中 美国这两个智库专家认为 锂电池是目前美军绝大部分装备的关键性构成组件 但是很要命的是 美国使用到的锂电池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的供应 换句话说 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冲突 只要中国愿意 可以随时让美军的众多先进装备瘫痪停电 哪怕没有直接性冲突 关键时刻 美国也会随时面临被中国卡脖子的状况 为了支撑这个观点 美国专家也提到 中国或许没有太大意愿来西海岸 未来中美的主要矛盾还是在亚太地区 然而遥远的距离和漫长的补给线路 武器装备的能源补给就会成为大麻烦 尤其是很多的无人装备 这是未来美军执行危险性任务时 必须用到的装备 但这些装备都严重依赖锂电池的存在 另外在文章中也透露 目前美军正在研发高能激光武器 其中各类舰载型 车载型和机载型激光武器 都需要用到锂电池供应 而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 这些研制的激光武器 都将被部署到全球各个军事基地中 用于防控系统使用 美国专家也提到 此前因为中国远程打击手段 美国印太战略司令部 还提出了分布式作战 即将美军和一些远程打击装备 分散部署到亚太的各个基地和岛屿上 防止被一锅端 保留还击的有生力量 但这种分布式作战 也进一步加剧了 美国后勤补给的困难程度 基于以上的观点 美国专家警告五角大楼 必须尽快摆脱中国锂电池的供应链 防止在关键时候被卡脖子 当务之急是整理美国自己的产品供应链 重建美国制造 不过即便是美国媒体 对这份警告不以为然 认为这两名保守派专家的看法有点天真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后 美国过去几届政府 已经尝试了各种方式 想让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事实已经证明 这个办法行不通 这不是其他国家阻止 而是在美国国内 也会有大量的人反对和阻挠 据《环球时报》在3月30日的消息 在上周 因为两架F5E战机相撞坠海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周 用于救援的UH-60M黑鹰直升机也出动过多次 然而得到的反馈却十分让人遗憾 因为直升机上并没有安装国际上普遍用于搭载的夜间搜救装置 这导致台军方很可能错过了救援的黄金时间 为此 台军方近期向美国方面进行申请 希望美军可以帮忙升级和改装自己的黑鹰直升机 加装搜救装置 实际上按照台媒的说法 台军飞行员近年来的失事死亡率惊人的达到了百分之百 即便是坠机亡者印度都要甘拜下风 之前在3月22日的时候 两架飞机相撞坠海之后 救援部队就派出了黑鹰直升机在相关海面进行搜救工作 当时救援部队甚至接收到了飞行员发来的求救信号 然而用于救援的黑鹰直升机 没有配备无线电波的紧急发爆器 导致在大海上搜救 硬是要用救援人员的肉眼来完成 这能找到人 那真的就和碰运气一样了 更有意思的是 台军参谋长还强行狡辩 不太影响搜救工作 加上因为没有夜间搜救装置 事发是两点半 派人救援都四点多了 没飞几趟就到晚上了 于是硬生生地耽搁了一夜时间 等待救援飞行员就这么彻底没了 因此台军的搜救能力 在一时之间被各界人士嘲讽 可能也是基于舆论压力 台军不得不黑着脸 找人给自己升级一下 黑鹰直升机的装备 当时台军预估的这一次直升机改装价格 是在19.6亿新台币左右 按照台媒的说法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估价了 简直就是给美国人送钱 然而万万没想到 美国人瞅了几眼需求之后 直接轻蔑地把价格直接拉高了近两倍 达到了惊人的33亿新台币 有观察人士就调侃 这是眼看着中国马上就统一了 趁着这秋后的蚂蚱 还能蹦跋的时候 赶紧多载几刀 不然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而颇为讽刺的是 眼看着被人当冤大头了 台当局还为美国人说好话呢 台当局对外解释称 之所以美国人狮子大开口 主要是台军方 希望能在岛内进行改装工作 而美国人却坚持要回美国 再进行改装 甚至还一再表示 台美关系很好的 众所周知 拿鸡蛋碰石头 结果只会是鸡蛋碎一地 而石头却毫发无损 这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澳大利亚 却没有这个自知之明 在刚得罪完中国之后 他们又来招惹俄罗斯了 据环球网援引俄媒报道称 澳大利亚在3月30日 对外宣布 要制裁参与克里米亚大桥建设的 多位俄罗斯公民 和四家俄罗斯企业 我们都知道 此前澳大利亚为了讨好美国 在和华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 甚至不惜牺牲中澳两国的贸易关系 最后澳大利亚成功惹怒中国 遭到中方三联制裁 导致澳大利亚许多产品失去中国市场 国内经济遭断牙式下跌 但是土澳并没有就此收手 反而在得罪完中国之后 又来宣布制裁俄罗斯 这真的是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 实际上克里米亚地区的问题 本来就和澳大利亚关系不大 但是土澳非要横插一脚 来恶心俄罗斯 无非有两点原因 首先澳大利亚宣布制裁俄罗斯 还是为了向美国示好 因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 与乌克兰对峙的背后 其实就是每个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所以澳大利亚在这个时候 甘愿冒着气怒俄罗斯的风险 选择站在了美国这一边 其次澳大利亚宣布制裁俄罗斯 有一些报复意味 因为在奥士兵虐杀 阿富汗平民的丑闻曝光后 俄罗斯外交部不遗余力的抛攻澳大利亚 用词怎么狠就怎么来 当时澳大利亚自知理亏 在面对俄罗斯的猛烈谴责时选择沉默 但是心里肯定不爽 好不容易逮个机会制裁俄罗斯 他们又怎么会错过呢 也许在澳大利亚看来 此举既能讨好美国 又能报复俄罗斯 简直是一箭双雕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完全是作死了 对于土澳的制裁 俄罗斯主要大使馆明确表示 这次制裁跟以往没啥区别 影响几乎趋于零 但是这种对俄罗斯不友好的行为 澳大利亚将会付出代价 目前不知道俄罗斯会如何反击 但是根据战斗民族有仇必报的性格 土澳很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最后我们确实也佩服土澳的心 真的太大了 美国刚刚上演大一灭亲 制裁了英国和印度 难道他们不怕这制裁大帮 会落到自己头上吗 七美的下场也都忘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